住戶返回現場 私立逃生 驚魂未定 面對滾滾濃煙 不僅寥寥數之滅火器 無法發揮作用 住戶還透露 鐵門全被拆走 阻擋不了濃煙亂串 無情大禍 造成46人不幸慘死 除了1樓跟6樓有發現一具屍體之外 住戶集中居住的7到11樓 以7樓22人死亡 6人送醫 散亡人數最多 消防局長說 的確大部分是農煙所至 消防局長提出五項致命關鍵 包含火警發生在凌晨2點多 大樓住戶幾乎都已熟睡 來不及應變逃生 另外大樓內的住戶多數為弱勢的長輩 行動不便也導致在火警發生時 逃生能力較差 這場火警死傷這麼嚴重 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中間樓層 是商業空間採玻璃帷幕 農煙只能往上流竄 一到六樓原本商業使用的樓層 以玻璃為木為主建材 火災時產生高溫 燃燒更快 火勢才會迅速竄生到高樓層 另外19年為申報公安 建物的建材裝潢不符合消防標準 火勢竄燒形同火爐 大樓樓梯間又堆滿雜物阻礙逃生 住戶一一被救出的當下 一個個頭上都套了防煙袋 就是要保護他們不被嗆傷 在農業密布的當下 多數被救出的住戶 都是掌握了關門賭縫開窗的逃生原則 才順利脫困